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每個禮拜和大家見面的中央廣播電台的粵語節目自由廣場 桑普時間,我們很開心今天一月既往請到一位嘉賓上來 這位是我很尊敬的一位教授,也是尊敬的一位民主運動的參與者 也是以前我和他一起在香港開麥克風的時候,一起做過節目的陳建文教授 你好桑普,很奇妙,可以來到台灣用廣東話做節目,很久沒試過 很奇妙的一個旅程,陳教授來到台灣多久呢? 都有兩年三四個月,大概 兩年三四個月,那這段時間是否覺得台灣給你一個什麼感覺呢? 或者跟你想像中是否很有分別,適應方面有什麼感想呢? 生活上我是很適應到台灣的,我很喜歡台灣的生活的 步調比較慢一點點,又有空間這樣 那些人是挺溫暖的,一般來說都是,除了開車那時候 我挺投入到台灣生活的,我還在台灣,譬如台北市中間 大家都不敢開車,我都在開車,那些機車飛來飛去那些這樣 我平時生活上面,跟台灣朋友吃飯的時間,跟香港朋友吃飯差不多 所以我都是很融入這個生活的 是,就是很開心,陳教授有開始一個抵抑人生的感覺 就是人生裡面有一個轉折,就是有新的開始 那我也看回陳教授,我認識陳教授是哪個時候呢? 那時候,建文教授未必認識我的,就是那時候我看到 電視上有三個人士,不是傳統一些民主黨派的人士出來的 就開始搞這個佔中運動,當時還沒有真的有雨傘運動 就是搞發起佔中,跟著當時就是希望呢 香港能夠雙真普選,就是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普選 那當時還沒有人大831決定,那接著就看到很多的爭取 很多場的一些所謂的一些商議民主的會議,我們都會有參加 我記得有一場還是一個,一個是教育學校裡面舉辦 那好像現在回頭看,好像是十年前不是好事 根本是十年前的事,2014年的事 那當時候爭取的很多事情,到現在 當然也都香港現在的情況比當時更壞 也都沒有真正的民主爭取得到 後來發生了很多事情,就是由2016年的 就是所謂魚蛋,就是有很多人說魚蛋革命 然後2017年的DQ事件,到2019年大家都知道的反送中 之後2020年國安法,然後今年就是23條 那你會知道,整個局勢就越來越壞了 有人會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時如果沒有去,就是這麼強烈地刺激共產黨 這麼強烈刺激中共的話呢,我們不用搞成這樣了 你會對於這種論調有什麼回應呢?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坐在樹是會有民主的 沒有一個歷史的例子被你找得到的 都是要通過一個過程,要爭取付出相當的代價 而香港如果你沒有民主的話 我們以往所謂有的自由和法治呢 其實是非常脆弱的 我們很早就已經看到了 而且新生代根本已經接受不到那種小卷主選舉 其實那種憤怒是越來越強烈的 所以我們當時覺得,就算我們這班的 當時佔中三子或中年人 不站出來做的話呢 年輕人都一樣會衝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基本上是歷史責任來的 我們知道就是,有時候當你爭取不成功的話呢 那個極權政府呢,反而是打壓得更加厲害的 這個你要守心理準備 這個就是所謂要付出代價 但是這個是一個過程 你不起這個步的話呢 你永遠都去不了一個終點 如果你坐在樹乖乖這樣 那你現在看見中國呢 看見澳門這樣 不然它更有民主的希望 是不會有的 最重要就是打壓了之後 我們怎樣去面對這個打壓的問題 你看看台灣的民主化過程裡面 經歷過多少苦難 只不過那些人更加堅毅走下去的話呢 那就找到出路了 嗯,我以前有一個 就是以前的中學同學 就是不可以開名了 就跟我說 喂,桑普 我不需要民主 是你們啊,黃之鋒啊,陳建文啊 戴耀廷想要民主 我要飯吃而已 那你搞這麼多東西 搞到現在香港垃垃亂 喂,搞什麼呀 就是不如你們不要搞這麼多東西 就是專心賺錢 賺錢就可以了 基本上你賺錢 中國繼續開放給全世界 怎麼會沒有飯吃呢 那你對這種論調又有什麼看法呢 第一,你當然你 對於你自己怎樣叫做一個好的生活 當然有不同的看法啦 有些人覺得 就是我寧願做一個快樂的豬都不做痛苦的人 那你就有這些選擇的啦 但問題我給你看看2019 2019不是香港人 走出街裡面說我要爭取什麼 是因為政府自己搞一個這樣的送中條例 所以人民才起來反抗 連商界都不能夠接受當時的那個法案 那所以呢 好像這些朋友這樣的說法 你坐在市 你就安樂樂 就是過你自己的生活嗎 他會搞你的 他一樣會通過這樣的法 那你是不是接受得到 就是你要將一些人在香港裡面 懷疑你違反中國法律 就送去中國 就是如果你覺得你這樣接受得到 根本其實大家就沒有什麼 溝通的一個共同點可以說 因為大家已經知道 就是一個制度擺出來的一國兩制 講明就是兩個制度 在法律上面來說呢 是香港行普通法 中國有中國國土 那麼他這麼公然的破壞 你都覺得 那麼其實我們應該要接受啊 是不是 我們賺錢就行了 那些這樣 老實說 已經大家沒有共同點 我講了 對這些人來說 其實他應該一早會回中國 因為中國就是沒有一國兩制的 是啊 就是我想一個人的尊嚴就是在於 你要做一隻 一個不講真實 不講善良 不講公義的人 還是要做一隻 就是以為可以有呢 有錢 有權力 有面子 有威 可以呢 幸福快樂 小學 確幸生活的一種 正常狀態 而那樣東西 如果沒有一個 真正的民主自由保障的話呢 一個民主制度 法治制度保障的話呢 根本上有鏡花水月 你會看到2019年香港正在究什麼情況呢 那麼我們看回這個 以前陳教授 真的是一個教授來的 對於中國的公民社會 數有研究的 但是雨傘運動的時候 中斷了這個研究的過程 那麼雨傘之後呢 現在看到呢 有很多的分化會出現 那麼當然啦 香港有一批新的聲音出現了 就是本土派的興起啦 那麼他們也都就是有勇武炮 勇武派在2019年的興起啦 那麼你會看到 這兩股的潮流 是不是跟原先你參加民主運動的想法不同 那麼你現在就是已經在2014年的空間了 怎麼看回2014年 當時候你看到商學嘛 就是學聯學民思潮嘛 當時候開始就是覺得 要激烈一些 激進一些的做法 就是跟傳統和理非也都不會太大分別 但是激進一點點做法 去到最後 2019年呢 更多人採取勇武抗爭的方式 你會看到這兩種的手法 和你原先想的一種觀念 是不是有很大的分別 而你怎麼樣 在未來的時空裡面呢 就是說 如何去兼容到 或者如何去看待這些不同的思想呢 在這個雨薩運動的爆發之前 其實我已經寫了一篇文章 講香港是站在一個政治懸崖那裡 如果這個政治懸崖呢 是政府不能夠適切地回應我們的訴求的話 就會跌下去了 跌下去會出現三種狀況 第一個呢 就是勇武化 因為你用了和平的方法 甚至我們最近在說 120萬人 79天佔領 都是這麼和平的 都沒有結果的話 難怪別人想 要用別的方法 是更加勇武的 第二個就是本土化的興起 我早就已經說一定會出來的 因為我們爭取的是一國兩制底下 按照基本法爭取普選 結果 用到這麼大的力量都沒有的話 那麼年輕人就覺得 喂 香港如果不走向獨立 其實就沒有可能會有民主的 就是說呢 一國兩制框架下面呢 爭取民主已經是變得虛幻的 那麼這個有很自然的趨勢 我當時還在想第三個趨勢 就是所謂犬如法 就是說很多中短階級 就不會跟你拼搏的 他只是覺得 香港這樣搞下去 我不如移民走日 那些這樣 或者什麼都不管了 所以我當時講政治懸崖 就很早已經講 就是這三種的趨勢 我覺得這個後期的發展 根本就是一個很自然的結果 來的 我沒有什麼驚訝 所以好終於這個都會發生 就是時間點上面 什麼時候發生呢 有多激烈呢 這個是我沒辦法去估計 好了 你問到怎麼看待這些不同的策略呢 我就想起孟德拉 孟德拉在南非爭取民主的時候 其實他試過不同的策略 他最早就是和理非 是用功能抗命的 燒了那些所謂通行證 為什麼黑人要入白人區 要拿個護照 要拿通行證 他燒了它 完全沒有什麼武力抵抗 被捕 這個就是他最早期的 就是用和理非的方法 後來一場的大屠殺 對示威者還要背面開槍的 裡面有小孩子有婦女 現在離開現場都開槍 他都接受不了 他就轉變策略 用勇武的方式 他組織了非洲之謀 炸政府的設施 誰知道第一波 他就已經拉了去坐牢 坐了二十幾年 在裡面繼續指揮這些勇武抗爭 到二十幾年之後 他覺得我又推翻不了政府 政府又滅不了我們 他就轉了用一個新的方法 就是跟這個當時的白人政府進行對話 他在想什麼成功 但是不是說對話才是最好的策略 當然不是 如果你沒有經歷過前面的 他哪有力量去對話呢 人家怎麼相信他 他是有這個道德力量 去到進行談判 所以其實就沒有說哪一個策略 才是最好的 要因事制宜 所以我覺得好像2019 大家要和勇不分等等 是完全是可以理解 那下一步應該怎麼做呢 我覺得要看將來的政治機會來的時候 就是看一個時勢 應該選擇什麼策略 嗯 我覺得就是 陳教授覺得這個策略的選擇 由曼德拉講出他 由和你非一直去到勇武 一直去到對話 就是他其實他不同的時空 就是採取不同的策略 達到目的 你覺得最後你的終極目標 是希望一個 就是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管治下 無論是一國兩制也好 的香港 還是你的目標 這個target 是什麼呢 這個target可以有很多的 你問我人生的理想 就只是John Lennon那支歌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y 你經常問我 你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 我很多年前 還沒出現這些所謂 有關本土爭論之前 我已經去過答案 就是I'm a global citizen 我是一個全球公民 世界公民 所以你問我什麼理想 如果終極到這麼終極 真的沒有各界 是最好的 所以我就不會這樣想問題 我是真的會 因時制宜 在某個階段裏面 要做些什麼 現在這個階段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找一個common ground 大家怎麼去對抗那個極權力 嗯 你找到一個common ground 很快就會出現 我希望就是說大家都 嗯 在這段時間 我經常講的那些說話 就是不要死好 活準備好 等運動 有時候 我們的時空 有很多的製爪 沒有辦法使用到我們這麼容易 在這個時候又突破 但是拒絕遺忘 繼續溫泉這種的善念 很重要 我們下一節再跟陳教授 再繼續對話